好 那我們現在呢來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你在找檔案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式可以幫助你 來我先問一下老師有沒有一個經驗 用檔案總管找資料但是找不到 比如說我們平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什麼 我來這邊做搜尋對不對 右上角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搜尋 但是很奇怪啊 檔案就在你電腦裡面 不是檔案就在你電腦裡面 但是就是找不到 本來找不到是那些寵物店才有的 我們這裡不是有好幾個毛小孩 我剛剛看他在後面逛來逛去的嗎 對不對 那個找不到 好 那問題是用這個就不好用啊 可是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 有啊 還有一個你看喔 如果大家平常用Word Office 你就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啊 比如說這個檔案我先好了 那我按儲存 我把它另存 這個時候請問您會發現 它都會放在哪裡 預設一定放在 如果是Windows XP的話 是什麼 我的文件對不對 那Windows 7以後叫媒體貴嘛 那到Win8好像也是叫我的文件的樣子 Win10以後也是 但是問題是你的資料你會不會放這裡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它 那是微軟的文件 不是我的文件 對不對 你可能會放在D槽 E槽 或者你的另外私人的秘密花園裡面 就怕不小心電腦系統壞掉了 然後就怎樣 就完完了對不對 嘿 所以你都不好意思去改變它 可是呢 其實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比較快的方法 所以你看 我剛剛執行那個小軟體之後 其實我在下面有多出一個東西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東西 嘿 那這個到底要怎麼用 有兩個齁 我先做個DEMO給您看一下 比如說 像我這個資料夾我常常在用 對的 老師 順便提一下 您如果看到這個桌面的圖示 很小的話 你平常會怎麼做 這裡有放大功能嗎 可以這樣嗎 你有用過這個嗎 這樣有很大吧 你有用過這樣嗎 不小心按到還是 因為這個快速鍵 其實事實上是有 就是說 我們在Windows7以後 有這個快速鍵 我是按哪一個 這個 Ctrl鍵按著 加上 這一支你們應該都有吧 蛤 這一支大家都有吧 對不對 中間 是有這個 嘿 所以你可以這樣 這樣 了解嗎 Ctrl按著加滾輪 往前往後 你那個圖示就會放大或縮小 不過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放太大再縮回來 它會跑到旁邊去 有沒有 我剛剛是擺在 通通在左手邊 所以你 如果說你的圖示 你覺得這樣太小了 其實可以試著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 是沒有放大 可是因為間距加大了 還有圖示加大了 所以您再看可能就會比較容易 就比較容易一點 好 那我先回到這邊來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小軟體在這邊 我把它先拉到外面來 好 您看一下在這裡 我可以先設定幾個 我比較常去的地方 比較常去的地方 就 檔案總管有沒有 我的最愛 您用那個瀏覽器 或者是現在叫AGE 都有我的最愛的概念 對不對 可是檔案總管有沒有我的最愛 有 它其實有 它叫做我的文件 叫做媒體櫃 這就是你的最愛 只是你都不愛它 所以我們只好定屁西進 哈哈 因為你都不愛它 對不對 事實上其實Windows7以後的媒體櫃 事實上可以指定捷徑 比如說我放在D槽放在E槽 你真的可以加 你看在這裡可以新增 在這裡 按右鍵 您看一下 在這裡有一個新增 有沒有新增媒體櫃 增加了之後 您可以自行去指定 你可以指定某個資料夾 我就加到媒體櫃裡面去 它就是一個 那個什麼 叫做 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新增新增 有沒有 加入資料夾 這個時候如果我的 比如說我可能是在D詞碟 E詞碟 你可以加進去 這樣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對不對 或者可能你沒有用過 比如說這個我加進來 然後呢 有沒有發現我的 雖然不在 一般的預設位置 是不是可以加進來 所以你從這邊就可以隨時跳過去 這個其實是Windows7就有 所以以前我有一個講題 是專門講 這個Windows7這個媒體櫃 其實它跟SP那時候 時代的比起來 就已經方便很多 因為以前都是固定資料夾 所以我們會怕怕的 不敢放在裡面 但是 這個是可以的 那你看 我可以再增加 在這裡 你可以再新增其他資料夾 從這邊 就是剛剛那邊 你可以再增加進來 好 那我先不用這個方式 我從這邊 用我們這個小軟體 給你們看一下 你可以是資料夾 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 就是 單一個檔案也可以 好 我從這邊來選 我把幾個 我比較 目前 比較有用到的 把它加進來 好 確定一下 OK 這樣就好了 那我想要隨時跳到哪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就打開了 偷偷按一個東西 在這邊 你看 有沒有一個愛心在這裡 這是我的最愛 對不對 所以呢 您進來之後 欸 如果你放在這裡面 我可能還是在這裡面 還有其他資料夾的話 有沒有還可以繼續進來 是不是還可以繼續進來 這邊 好剛剛滑鼠不見 來您看一下 如果我進來這個裡面 還有其他資料夾 可不可以再直接進去 這樣子 我是不是都可以直接跳進去了 有沒有比你 原本在那邊找來找去快 對不對 那這是 找跳資料夾的方法 那麼我們剛剛看一下 回顧一下剛剛這個 這種情形 我們常常在存檔的時候 你要另存或儲存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他預設都在 媒體櫃吧 可是呢 這樣 你是不是就開始 要從這邊找你的那個 放保障的地方 對不對 每次都要找 累不累 累 所以這個時候呢 您可以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又是那個 我的最愛 所以我要存的 這我要放在這裡 我就點一下 上面就自動跳過去了 有沒有注意到 上面是不是就跳過去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到達你們家 好 就到達你要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 用這個小安體 就可以先做到的 好 先做到的 這樣應該快一點吧 那麼 回頭來看一下一個地方 叫找檔案 找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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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假設我現在隨便存一個 好 我就隨便存一個地方 好 但是 如果不小心老師把這個關掉了 你也忘記剛剛存在哪裡了 請問 有沒有遇過這種情形 我有 我要自首 因為我偶爾也會遇到這樣 明明我剛剛就打過了 可是檔案我就忘記 不小心 剛按太快 不然就是 已經 做太多事情 哎呀 對 我剛剛那個檔案放在哪裡 忘記了 這個時候 請問大家以前的做法 你會怎麼做 他都找不到 只好 明明 只在此三中 後面那一句你知道 小人說沒沒有 對不對 我剛剛打的叫TESTER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不過我們TESTER很多 早知道不應該用那個字 你看下面 我就用搜尋的 我把它拉上來 你看一下 好 那這裡有62個 繼續往下走 總共那麼多 這裡 可以往下拉 再捲再捲 哦 我有沒有不小心找到了 有沒有不小心找到了 一個這個 一個這個 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 找檔案好像快一點 因為 會遺失的 就是你不知道放到哪邊 對吧 那你找到他之後呢 你看喔 我在這個地方 麻煩